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言如玉 这里是鲸鱼读书 欢迎大家的点赞与订阅 在这个世界上 好人分两种 一种是真善人 一种是假慈悲 前者不论高低贵贱 待人都有一颗慈悲之心 后者看似心胸宽广 却经常以牺牲他人的利益 来满足自身的道德优越感 他们最喜欢以善之名 行为难之事 这样的人表面善良 实际却比坏人更需要严防 虚情假意的人 伪善假慈悲 泰戈尔曾言虚伪的真诚 比魔更可怕 善良亦是如此 故意装出来的友善 不过是躲藏在高尚外衣之下的 另一种罪恶 记得早之前看简爱 女主的舅妈就是一个极其伪善之人 舅舅临死前 将父母双亡的简爱托付给了妻子 但身为舅妈的李德太太 并不喜欢她 明知道自己的儿子天天欺负简爱 李德舅妈却装作看不见 甚至在简爱反抗时 还会将她关在小黑屋里进行惩罚 可一旦到了外面 她又会利用简爱 来努力营造自己和爱可亲 尽心尽责的善良模样 所以在外人眼中 穷玛里德就是一个大好人 老话常讲 知人知面不知心 一个人越喜欢将自己假装成老好人 北地里就越虚伪 当着你的面 伪装自己 话言巧语 背着你的面 却本性暴露 手段恶毒 就好比一天屠龙记中的陈友良 表面大人大意 实则在背后挑拨离间 依次达到掌控盖帮的目的 这种人才最需要提防 波兰作家显刻为之层言 宁愿一个公开的仇敌 而不要一个虚伪的盟友 有时候真正的坏人反而不可怕 他们坏得明目张胆 让人避而远至 但生活中这些虚情假意的伪善之人 通常都会戴着友善的面具 微笑着将恶毒的利刃刺进你的心窝 让人猝不及防 伪善的大好人比坏人更可怕 冠冕堂皇的人纵额没底线 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一种老好人 他都说对不起了 你就别不依不饶了 谁也不容易 你都这么有钱了 看别人这么可怜就不能帮帮吗 大喜的日子 大家不也是图个乐呵吗 没必要当真吧 这种人往往装得大意凛然 无比高尚 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要求你 哪怕别人伤害了你 也依然要求你原谅 殊不知 不分青红皂白就劝人大多的人 都是打着善意的旗帜 肆意干涉侵犯你的人生 记得很早之前 有这样一条新闻 一名女生在火车的卧帅上睡觉 对坡的男子两侧把手 伸进他的被窝里进行猥亵 当女生找来城景救助时 男子连连声称我还是个学生 我不是故意的 这个时候 站在一旁的几个阿姨忽然开始劝女孩 姑娘算了吧 传出去名声也不好 这种行为 这种行为让我想起了胡适 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一文中写的一段话 一个肮脏的国家 如果人人讲规则 而不是空谈道德 最终会变成一个 有人观的正常的国家 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 反之一个干净的国家 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 却大谈道德毫无底线 最终这个国家会 堕落成一个 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很多时候不讲道理 没有原则的 提倡宽容 本身就是对恶的纵容 这比施暴者更让人绝望 遇到他们 你是有苦说不出 就像吞了一只苍蝇 让人恶心 无语有言 己所不欲 勿施余人 己所欲知 义勿破人 真正的好人 不会随意牺牲别人的利益 唯有伪君子 站着说话不要疼 孤名调语的人 真心无价值 鬼谷子说 食恩而欲要名皆好 如果一个人帮助别人 只是想成为别人的安人 继而利用对方 成就自己的名誉和利益 那么这个人一定不是真心 在小说《笑傲江湖》中 岳不群就是一个著名的伪君子 收林胡冲为徒 不过是为了提高自己在江湖的名声 收林平之为徒 只是想得到林家祖传的辟邪剑谱 主持江湖正义 其实是为了自己谋求霸主之位 助人为乐本身是一种美德 可是有的人把他 当成了谋取利益的手段 真心也就不再纯粹 生活中这样的人最是薄情寡义 他们给予你小恩小惠 实则是为了自己收获更大的利益 平日里虽然很有善 其实骨子里不想吃一点亏 他帮助你 就是想得到好处 但是他嘴上不会说 可如果你没给他好处 他可能就会翻脸不认人 到处说你坏话 古人有云 世恩不忘报 君子帮助别人 自己也会沾染道德的芬芳 伪君子帮助别人 只是为了利用道德伤害对方 殊不知伪装出来的真心和善意 终究难有善重 唯有真心 历久迷心 人生在世 经历多了 越发觉得 与形形色色的人来往 一定要擦亮眼睛 认真分辨 否则一不小心 就容易交错了友 给错了心 毕竟 伪善的人有千百种笑容 狡诈的人有千百种套路 与人相交 真的不能只用眼睛看 用耳朵听 还要用心体会 正所谓虚伪的人用嘴 真诚的人用心 看人要看人品 教人要教真心 真正的好人 从来没有阿谀奉承 勾心斗角 忧的只是坦诚相待 将心比心 往后余圣 愿你远离伪善之人 常与真诚相伴 用真善扑就一路繁华 以真心打破世间虚假 今天就分享到这 这里是鲸鱼读书 感谢大家的收听